詠勒最近邀請到國際藝術大師 埃杜瓦多特雷索迪來歐創作 積極推動旅遊家文化藝術 而支持經濟色度多元發展 同時通過為本澳帶來國際性的藝術作品 進一步助力澳門的高質量旅遊發展 以帶動海外遊客市場的拓展 埃杜瓦多特雷索迪善於運用金屬絲網等工業物料的 透視感來進行藝術創作 他的藝術作品 只是在消失的物理局限中才得到視覺呈現 因此他們超越時間與空間的圍道 促成藝術與世界之間的對話 他的藝術作品融合古典和現代語言 並從中產生第三種強烈的當代語言 我是Edouardo Tresaldi 我是藝術家 我工作用語言 的藝術和藝術的藝術 因此交易與藝術的藝術 不同的地方 在 Macao 我建立了一個藝術的藝術 是一名的藝術最重要的藝術 我已經建立了在 這裡有一個藝術的藝術 在California 在Rome 所以這次是 Macao 每次我改變了一些小的細節 所以 這次在 Macao 我比較擔心 為了擔心的設定光 因為在夜晚 很多的元素在城市 都是很重要的 而造成了很多形式的形式 但當然我用了我的元素 用來用螢幕的透明性 讓人們在玩 與形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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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與環境的形式與環境的環境 陰磁在澳門創作的營屍 是艾道瓦多特雷索迪 最引人觸目的作品之一 曾經在美國科哲拉谷音樂節量上 這個作品高約10米 以新古典主義風格和巴洛克風格建築為靈感 融入藝術家為今次展出特別設計的燈光效果 呈現前所未有 美輪美換的空靈通透 作品在永利澳門海濱長浪展示 藝術家以建築為語言 建構高頌的透明金屬絲網 亮起令人目瞻神迷的光芒 作詞・作曲・編曲・編曲 編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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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